后半烧寿司的做法 米饭适量 鸭蛋适量 紫菜适量 苹果醋适量 盐适量 鸡精适量 生抽适量 香油适量 一与一斤米为例 称号导入电饭包 两把米洗净之后 加一倍的水 比例是1比1 也可根据你用的米的吸水程度适当增减 蒸成米粒完整的米饭 三准备紫菜 鸭蛋两个 四蛋打出来 加少许盐 五少许鸡精 六几滴香油 七少许生抽 八搅拌均匀 九蒸好的米饭 十把米饭弄松散 稍微晾凉 十一加海添苹果醋 十二一斤的米 加六到七汤匙的苹果醋即可 根据个人喜好增减 十三把米饭抖散均匀 让苹果醋和米饭充分的融合 十四煎锅刷一层薄油 倒一半鸡蛋液 十五鸡蛋液凝固一半后 卷成蛋卷 十六再把剩下的鸡蛋液再倒下去 十七然后继续卷成卷 十八煎至两面金黄 出锅切断 十九装盘待用 二十紫菜剪成器条 准备一杯纯净水或者冷开水 二十一手蘸点水防棉 取少许米饭 握成小团 放上厚蛋烧 二十二紫菜条中间的位置摁在蛋烧上 往下与米饭粘连 二十三一个厚蛋烧就做好料 以此类推 剩下的米饭可以做别款的寿司 下集中的小团 优优独播剧下的小团 优独播剧下的小团 优独播剧下的小团 优独播剧下的小团